中华男籃在东亚资格赛拿下第四名 完成取得亚锦赛门票的任务后 目前进行第二阶段的集训 由美籍技术顾问希尔·巴皮尔都岛 将在8月6号开打的琼斯杯男子组赛事验收成果 现在进入第二阶段琼斯杯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全力去影父 因为毕竟我们这一次中华车 请了一个外援的教练来带我们 外教的一些观念 其实在这几天练球 其实吸收算是不错 因为我之前在球技结束之后 休息了很久一段时间 可是之前还有跟一些学长搭配过 所以就默契上还OK 只是还需要时间去磨合 这几年很久没有打国际赛 然后也没有打琼斯杯 那希望说虽然集训陆陆续续 有一些人没到 然后也都不是很整齐 那还是希望说有到训练的人 然后能够在琼斯杯的时候 打出精彩的表现 然后拿到好的成绩这样 这次琼斯杯精英进出 包括好久不见的陈信安 一同组成近年来 实力最为坚强的中华明星队 哎! 这样子太阳好了 一对! 呵呵呵